这是一个从卧底做到黑帮奥巴的励志故事 然而这背后的无奈和心酸却叫人唏嘘不饮 就在刚才江科长还妄图继续控制李子成 他警告李子成 别忘了你还是个警察 该汇报的资料别忘了报 另外李仲九马上就会放出来了 你别动他 李子成明白江科长是要在金门集团内给他设立一个敌人 同时也可能又是一个监视他的人 但是想想江科长挑唆李仲九害他气而不保 是可忍熟不可忍 然而这次李子成却没有冲着江科长咆哮 他坚毅的眼神里似乎蕴含着狂风暴雨 镜头一转丁青从昏迷中醒来 医生告诉李子成这是回光反照 要做好思想准备了 李子成缓缓坐到大哥病床前 泪水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 而丁青在临死前还能见到兄弟 这可能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 丁青以为李子成这个警察一定不会来见他最后一面 然而却不是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子成和丁青的兄弟情 已经超出了警察与黑帮的身份界限 同时丁青也要帮李子成 在这个不黑不白的身份中做最后的选择 此时丁青呼吸困难 李子成赶忙要给大哥戴上氧气面罩 可是却被丁青阻拦 丁青的葬礼上 李子成看到颜边老棒子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然后来到丁青的办公室 找到丁青留给他的礼物 这竟然是他的警察资料 同时还有一对情侣手表 李子成笑啊 可这次他却不再嫌弃大哥送了山寨手表 第二天一早 张手机邀请李子成坐他的车 一起去参加化石人大学 可是张手机的司机却迅速将李子成的手下甩掉 并将车开到一处偏僻之地 张手机的想法已经一目两然 他说 站在我的角度必须要这么做 对不住了 李子成也明白 他是黑帮队唯一知道张手机与江科长有合作关系的人 这个老福利想要摆脱警方彻底接管金门集团 而他此时已是瓮中之憋却毫无办法